畫面的大家 好 幫我們看一下左手邊的攝影鏡頭 左手邊的攝影鏡頭 好 再幫我們看一下右手邊的攝影鏡頭 還有一樣補畫面的舉個手讓我們知道 好 好 大家好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們還有貴賓 大家好 我是大佩儀 嗨 ladies and gentlemen I'm Penny Good seeing you guys today 這真的是一個國際的盛世 大佩儀 第一次是不是你第一次主持大型的 算是典禮嗎 對 第一次主持典禮的紅毯 所以我剛剛就是覺得開場一定要國際化 因為我這次金魚獎強調的是國際 沒錯 我沒有來自世界各地亞洲各區的直播主們 各位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金魚獎很棒的一點 尤其在紅毯部分 我們就要讓他在紅毯就開始國際化 所以我會用我的外語能力 然後劍哥也會用他的語語來跟大家 就是所有的來賓做到很周到的招呼 是 那平常其實我發現 因為今天那個大佩形象真的跟以往非常不一樣 多變多變 真的多變 沒錯沒錯 大佩平常其實就是一個很熱愛運動 然後尤其是水上的對不對 對 那你平常會喜歡開直播嗎 在我們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水到30米呢 其實製作人非常非常愛直播 因為其實直播就是一個趨勢嘛 然後直播也可以利用網路 然後跟所有世界各地 像我們去潛水 對 或者是在外景 想要跟我們一起在外喉 一起玩 一起下水 一起跳海 但是卻沒有辦法 工作啊 或者是就是 就是沒有在國外嘛 對 可以用網路用鏡頭用手機的方式可以連結到世界各地 是 在潛水在很爽的過日子的我們 所以我覺得就很好玩 然後我們會在世界各地 例如說我們在菲律賓 你說那個浪超級超級大的時候 對 我就會直播給大家看說 欸我們現在在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浪有幾米高 然後大家就會就是上班偷看 對 可能有點忙碌不碌的 看到你的浪有幾米高 然後心情就跟著澎湃的進來 沒有錯 但是大家還是會覺得說 喔天啊好羨慕喔 好想要一起出去玩喔 這時候就會規劃自己的生活了 可能是下一趟出去玩 就會去我們直播的那些地方 對 沒錯